HELLO,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分享關於無限暖暖的攻略介紹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遊戲 一開始我們簡單說一下遊戲的玩法 無限暖暖是疊值遊戲開發的暖暖系列第五代作品 採用ARREAL FIVE引擎打造 是一款多平台的開放換專冒險遊戲 延續了暖暖系列核心換專的同時 並將開放世界探索深度結合 玩家將扮演暖暖和大貓一起 在家裡的櫃中 找到一件擁有特殊能力的奇蹟套裝 意外的被帶到神秘世界所展開的奇妙奇蹟大陸冒險 整體玩起來還蠻悠閒的 遊戲的畫質跟探索都還蠻不錯的 而這個遊戲中只有一個角色 也就是暖暖 所以如果要得到很多不同的技能 就需要得到很多套服裝 這也是遊戲中的玩法 我們可以看到它會有很多種能力的套裝 就是穿不同的衣服就有不同的能力 例如說動物的清潔套裝 我們把它裝備上去之後 只要看到有動物靠近 我們就可以開啟套裝 那個動物身上也會有一個藍色的圈圈 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給動物洗澡清潔 然後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動物身上的材料 這些材料都是可以拿來做新的衣服 另外還有捕蟲套裝 如果從旁邊有經過蝴蝶或者是昆蟲 我們一樣可以捕捉 一樣會有做衣服的資源 而其實在遊戲中的套裝真的非常多元 如果像是換上這個釣魚套裝 就可以在河邊進行釣魚 不過釣魚是有特定的地點 在釣魚釣到的東西也都是遊戲中重要的資源 像是這個電力套裝 我們在做任務的時候就可以拿來維修電力 也就是一些簡單的小遊戲啦 不過在城鎮內 還是可以針對一些路燈去做維修 而後期也會有更多的套裝 也會有一些對於我們探索大地圖比較有幫助的地方 當你換上這套滑翔套裝之後 我們在空中就可以滑翔 它會坐著一個很像封測的東西 這樣子我們的飛行距離就會變得超級遠 比起漂浮套裝它更是好用呢 而當我們得到很多的套裝的時候 在大地圖上面就可以直接切換 這樣才可以使用這套裝備的技能 而系統會教你使用Tab鍵來做切換套裝方式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比較麻煩一些啦 其實是可以按上鍵盤上面的數字鍵1234 來切換對應的套裝 而在空裝的部分也是可以直接切換的喔 設定在換裝裡面的能力配置 這裡可以看到的數字就是對應要按的數字 而點擊之後就可以直接切換自己想要的套裝 就例如1234等等 底圖探索 我們在探索地圖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很麻煩啦 因為移動速度有一點慢啦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城鎮中 找一個很像自行車的租界點 就可以去租一輛自行車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在地圖上騎著這台腳踏車去跑 比起其他這種二次元的遊戲來說 無線軟軟算是比較休閒一點了 而像是這個紫色的傳送點 它不像其他的遊戲一樣 在地圖上會給你標記 你必須先去把它解鎖 在啟動之後打開地圖 它這個傳送點才會顯示 所以對於地圖探索來說 比起其他遊戲就會稍微複雜一些 服裝獲取 在地圖上像是這種行星的地方 大家可以理解它是遊戲裡面的貨幣 而這些貨幣就是拿來製作衣服 或者是買衣服 而紫色這個東西其實算是收集物啦 我們只要攻擊它一下 它就會被進化 這個東西叫做靈感入珠 當你收集到一定的數量 就可以找地圖上的NPC 找它來兌換一些獎勵 而這些獎勵通常也都是一般 而這些獎勵通常也都是一般服飾的東西 而上面這個五角星呢 又叫做奇想力 收集到這個奇想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啟動這個無限之星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為技能數啦 但是它加點的不是技能 而是去解鎖對應的點之後呢 是可以讓你獲得一些衣服的製作圖值 然後你就可以去製作衣服 如果不知道的玩家可以在地圖上探索 只要越靠近奇想力 你的大喵的圖示就會發起亮光 玩家這時候可以點選大喵頭像 就可以探索附近的地區 還可以直接鎖定奇想力的位置 而地圖上也會有這些寶箱 我們可以去開取寶箱之後 也會獲得一些材料 或者是衣服之類的東西 除了剛才說的那幾種可以獲得衣服的方式 在地圖上還會有這個扭蛋機 我們可以花錢去玩這個扭蛋 也可以獲得裡面的扭蛋球 這裡面全部都是衣服 而或者是找這種NPC對話 也可以買一些衣服 不過他賣東西會比較少一點啦 可能只有幾樣 而如果你要是來到服飾店的話 你就可以到服飾店買到很多衣服 不管是頭飾啊衣服褲子 這裡其實有非常多 這裡也就是我們唯一獲得服裝圖示的主要途徑 而遊戲裡面的套裝 還有另外一種獲取的方式就是抽卡 別的遊戲是抽角色 而我們這款遊戲是抽衣服 基本上好看的衣服都要去抽啦 雖然免費的也能獲得 但是好看的都會在卡池裡面 需要透過抽卡來獲得 這時候就有人要問 我抽衣服到底有什麼用呢 因為在這個遊戲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像是我們在過主線的時候 NPC會要求我們去搭配服裝 它會讓你去搭配各種風格的服飾 然後你把這個風格的服飾搭配下來之後 右上角會有這個分數 如果你的分數達標呢 踩著成功才會繼續的推主線 如果你沒有成功的話 就需要重新搭配 所以我們就必須去抽衣服了 而當然除了衣服之外 在遊戲中也會有一些戰鬥的玩法 像是我們在探索大地圖上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很多的怪物 我們就可以去攻擊 而這些怪物通常只要一下就會輕鬆解決 在打完這些怪物之後 也會有寶箱可以獲得 玩法其實就很像原神那類的開放世界 遊戲中的主線任務的一些關卡 它會涉及到一些打怪 基本上就是遊戲中的關卡裡面 會有類似這樣跑圖的玩法 然後讓你通過跳躍或者是漂浮的方式 去完成關卡的內容 而在這種副本裡面 也會有一些收集的任務要做 它最主要的玩法就是這樣啦 當然還有一些專門挑戰BOSS關卡 而BOSS戰如果平常不怎麼玩的玩家 對於這類的戰鬥來說 還是比較難一些的 這裡就講一下戰鬥的技巧 第一個就是把鏡頭始終都面對BOSS 像是這種石頭人或BOSS 在出招瞬間之後就會露出破綻 而且時間還是比較短的 所以必須要一直盯著BOSS 比較好觀察到BOSS的招式 還有找到攻擊的時機 然後就是少用衝刺 因為無限軟軟的衝刺 有一定的機率會硬直 而且還會改變角色的面向 可能有攻擊方向也會改變 所以不好抓準攻擊BOSS的時間 基本上只要跑跟跳 就可以躲避95%的招式了 互衝刺也沒有關係 所以在打BOSS的時候 跳盡量不要用 漂浮能力也會影響移動 而BOSS的招式會學著血量慢慢變強 但是其實只要重複的打 多打幾次 既照出招順序還有攻擊時機 打一次通常就可以過關 就可以批量的收取材料 可以一次多提取一些 這樣日後就不需要再打這個素材 好咯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來測試一下 無限軟軟的轉蛋 那因為他這次有送個十幾抽二十抽 再包含我這1000塊 我不知道可以抽多少啦 好吧我們就努力的試試看吧 好直接食鹽抽吧 因為他的後期比較多這種特色的裝備 基本上還是過任務可以啦 可以拿到啦 然後這個可能就是一些 要針對過桿卡的一些套裝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喔!得到一個還不錯的 不過這是...頭飾嗎? 不過接下來可能還是要再去購製作喔 所以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採採集資料 這個我也有了 這個好酷 基本上就跟過任務購買一樣 喔!又有一個 4星 一個5星 一個4星 那基本上就這樣子啦 我看一下 喔!就這一個 喔!我們再來第二次 這種貴的套裝都要這樣耍 不過其實啊 在前期基本上我們就是一直玩遊戲 然後去商店購買就可以了 因為他的錢其實也不會到太難賺 喔!這個撲庫 很可愛 運動鞋 這個是飾品嗎 喔!又一個飾品 又一個飾品 喔!這個鞋蠻好看的喔 五星果然得到第二個 這個套裝的第二個 其實還是套裝比較重要 我們看一下轉一次要多少錢 轉一次120 所以10次不夠 原本還想說可以轉個30次給你們試看看 哇!這個有點醜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衣服囉 我們就來看一下剛剛得到 像剛剛的得到鞋子 像我們這次抽東西得到的東西啊 他就是不需要再去製作 他會直接送到這邊來 所以包含剛剛得到的 看一下喔 剛剛得到的一些 誒!剛剛得到很少嗎?這個? 不是!這一個啦 但我覺得穿這個比較帥 不過我還是需要這個 大家一直懂的 我還是需要這個 這個絲襪 我可能覺得比較適合我們啊 好啦!以上就這一次的攻略還有轉蛋實測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 我是來玩 高級喜歡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